房东的老太太的女儿的家 她用这个把我画完的画喷上去保护 这是我画的中国在春节的时候聚会包饺子的场景 有爆柴的点火的 还有从远处回来聚会的吃饺子的场景 他们一直在喊Amazing,Amazing 这个场景让她感觉到你有多长有多高都能画吗 我说是的 她就不停地说Amazing 这是用墨水画的起稿 因为他们喜欢色彩 那我就给她用中国画的形式给她画完以后 然后染上用夕阳的壁花色给她涂上去一些变化的色彩 这是包饺子的各种动态 赶皮的吹火的 这是在山里居住的场景 这是那个瀑布下面 还有小鸭子 养了鸭子 还有钓鸭子 这是抱脚的场景 就是瀑布 这个是从远处归来的人 这幅画完成之后 他们非常的惊奇 不停地夸 Amazing 太太也要了那个玉兰花 让我给她画了 她说那个底下的那个水仙花是她妈妈种的 所以巧得要一幅画挂在家里 这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 我种向日葵花 向日葵还种菜 度过了疫情期间 这就是我为她画的两幅画 老太太要的两幅画 交住房的作业